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被褥的风水禁忌究竟有哪些呢? 被褥如何选择才最吉利呢? 下面大佬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 1.颜色 对于被褥的颜色 想必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的 但要注意 卧室内需要安静祥和的气场 最好选择一些浅色暖色系的被褥 才会利于居住者的身体健康和运势发展 被褥一般会放在卧室内 而卧室需要安静祥和的气场 所以除了新婚夫妇可以适当使用一些火红艳丽的颜色外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 被褥最好使用浅色暖色 不宜使用黑深蓝等五行属水偏冷的颜色 1.不能选用白色的被子 白色是最干净的颜色 许多人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白色 从风水学上来说 白色并不好 如果选择白色的被子 容易招有晦气 久而久之 主人的财运婚姻运都会变成 甚至还会影响一家人的关系 除此之外 白色与丧事有关 也是特别不吉利的 2.不要选择红色的被子 红色是吉利的颜色 新婚之夜一般都是选择红色的被子 红色是能够让人亢奋的颜色 如果长期使用红色的被子 会出现失眠的现象 长此以往 居住者会变得焦虑不安 不利于夫妻和睦 3.大黑色被子 我们都知道床单是有很多种颜色的 虽然说颜色的选择 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但是切记不能随意选择 黑色的床单不适合铺在夫妻房里 这是风水上的大忌 夫妻房最讲究的就是温馨淡雅 装饰布置不应该追求大黑大紫 这样给我们制造紧张的局面 对夫妻的感情造成沟通障碍 也影响我们的睡眠 4.深紫色床单 深紫色虽然给人一种高贵儒雅的视觉 但是男人真的不喜欢这样的颜色 喜欢这样的颜色大部分都是女性 一旦你坚持在夫妻卧室里 颇大紫色的床单 那么肯定会给我们夫妻感情造成争执 以后就会产生口舌之症 男人看到这样的颜色会有不适的反应 经常会产生莫名的烦躁感 不利于夫妻生活健康 5.粉色床单 粉色的床单在我们的印象中 都是一些小女孩的卧室才会出现 伴随着我们夫妻的年轻成长 我们不该留着过去了 既然少女时代已经逝去 就不要在卧室里坚持铺粉红色的床单了 这样会引起丈夫的反感 毕竟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学少女卧室的装扮 确实不太合适 6.被子颜色如何搭配 1.切记完全相反的颜色搭配 被子跟整个卧室空间完全相反的颜色搭配 主要指的是被子的颜色和整个卧室的装修风格不是很匹配 这一点也是很多用户经常容易忽略的问题 因为被子作为卧室床上的装饰 给用户的视觉效果是最直接的 如果它的颜色跟整个卧房的装修风格完全是相反的 这样会给人一种凌乱的感觉 比如说整个卧室都是采用韩式田园风格设计的 但是如果将卧室床品的被子设计成鲜艳的红色或者明黄色 这样不仅不会显得非常华丽 相反还不能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卧室装修效果图中 看不到这样搭配的重要原因 二 切记被子颜色跟灯饰颜色相悖 有时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购买和选择的时候 被子的颜色明明已经是选好了的 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却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卧室的灯饰因素没有考虑进去 有时候被子的颜色会在灯光的照射下颜色发生改变 比如说湖蓝色的被子在暖黄光源的卧室 吊灯照射下颜色就会加深 圆圆看起来就像是绿色一样 而如果您的被子颜色和枕头颜色是相对的 那么整体的显示效果就会更加不协调 三 被子颜色跟地板颜色完全一样 在选择被子等家仿床品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为了更加实用而选用深色的被子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家装的时候地板的颜色往往是比较深的 而如果被子颜色同样也是深色 甚至跟地板的颜色完全一样 首先在视觉上会给人一种空间的错乱感 会显得很混乱 床和地板之间的层次感全无 其次这样的颜色设计也会让人觉得十分压抑 不利于健康睡眠和休息 最后深色的被子会让卧室看起来更加的昏暗 完全不实用 二 花形 作为贴身的生活必需品 被褥上的图案应该素雅祥和有吉祥寓意 不能有代表凶煞的图案 以下几种图案都会带来稳定的气场 给家里带来好运 一 动物图案 带动物图案的床单能够改变大家的财运 这种时候大家的偏财运是得到了提升的 金钱上大家得到的帮助会多一些 家人的金钱资助 或者是赏识自己的人给出的经济帮助 大家的经济困难会在这种时候被改变 财富在这种时候也能够快速地积累起来 二 花草图案 带花草图案的床单是能够提升大家的感情运势的 这种时候大家和伴侣的相处会变得愉快 而且对于那些处于暗恋状态的人来说也是有些好处的 大家面对感情的时候会有勇气 懂得争取 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会在感情上有正确的方向感 感情会越来越甜蜜 三 几何图案 几何图案的被子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需求 而且几何图案的床单能够提升大家的事业发展 这种时候大家面对工作会有更强的行动力 能够在职场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来 而且对于那些有跳槽打算的人来说也是运气多多的 职场上的好消息多了起来 这种时候大家面对工作是越来越有信心的 地位不断地提升 三 材质 传统的被褥一般会用棉花甜心 棉花是优良的材质 保暖性好 无刺激性 自然杀菌力强 在风水上也不会对磁场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它是制作被褥的最佳材料 现在市场上的被褥有使用蚕丝羽绒的 也有使用化学井伦棉的 甚至有不良商贩使用黑心棉二次棉的 这些材质不论贵贱 相对于棉花而言都不是上家的选择 若是长期与人体接触都会给人造成皮肤疾病 导致人没有精气神运气差 在很多地方的民俗中 讲究被褥越厚越吉利 尤其是新婚夫妇的被褥 要做得非常厚 这样才能代表生活的富足与美满 要知道 被褥的主要作用是铺盖预寒 其保护程度 只要能起到足够的预寒功能就可以了 太厚的被褥不但不实用 而且也不会对风水产生任何好的作用 五 卫生 闲置已久的被子 一来长久没使用 会藏纳灰尘 对睡眠中的人体不好 二来闲置的被子也会藏有阴暗的气息 容易扰乱你身上的正能量 如果舍不得换掉丢掉 那么使用前一定要拿出去晒足太阳 以便驱散灰尘和吸收正气 由于被褥的隔气能力强 起床后一定要进行整理 如果每天起床后不进行整理 不仅睡床周围的气场难以更新 久而久之还会产生异味 导致居住者异患呼吸系统疾病 容易出现意外 丢失钱财 财运不佳的状况 看完上面的内容 赶紧看看你家里有没有这些被褥 是不是正在盖着 要是的话就赶紧换掉吧 毕竟我们清楚了 就不要再盖了 这也是很正确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